香葬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赫萨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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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济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乾隆大藏经第1626部 高丽国普照禅师修心诀 高丽国普照禅师之乐传 三界热老 犹如火宅 其忍烟流 干受长苦 欲勉轮回 莫若求佛 若欲求佛 佛即是心 心和远密 不离身中 射身是假 有身有灭 真心如空 不断不变 故云 百孩溃善 归火归风 一物常灵 盖天盖地 皆夫 今之人 迷来久矣 不实至心是真佛 不实至心是真法 欲求法 而远推诸圣 欲求佛 而不观己心 若言心外有佛 心外有法 兼职此情 欲求佛道者 仲经沉洁 烧身炼壁 敲骨出水 赤血血经 常坐不握 一时莽灾 乃至转读 一大仗教 修种种苦行 如真杀做饭 旨意至劳 而但实至心 横杀法门 无量妙意 不求而得 故是尊允 普观一切众生 具有如来 智慧德相 幼允 一切众生 种种幻化 皆生如来 圆绝妙心 世之 弥此心外 无佛可成 过去 诸如来 只是明心底人 现在 诸贤胜 亦是修心底人 未来修学人 当依如是法 愿诸修修道之人 切莫外求 心性无壤 本至原成 但离忘缘 即如如佛 问 若言佛性 现在此身 既在身中 不离凡夫 因何我今 不见佛性 更为消逝 悉令开悟 答 在乳身中 乳智不见 乳于十二时中 知饥知渴 知寒知热 或撑或喜 尽是何物 且设身 是地水火风 是缘所及 其至丸而无情 岂能见闻觉知 能见闻觉知者 必是辱佛性 故灵济云 是大不解 说法听法 虚空不解 说法听法 止辱目前 历历孤明 悟行断者 实解说法听法 所谓悟行断者 是诸佛之法印 亦是辱本来心也 则佛性现在辱身 何假外求 辱若不信 略举古圣 入道因缘 令辱除疑 辱虚地性 西 易见王问 婆罗提尊者曰 何者是佛 尊者曰 见信是佛 王曰 是见信否 尊者曰 我见佛性 王曰 信在何处 尊者曰 信在作用 王曰 是何作用 今不见 尊者曰 今见作用 王智不见 王曰 与我有否 尊者曰 王若作用 无有不适 是 王若不用 体意难见 王曰 若当用时 几处出现 尊者曰 若出现时 当有其八 王曰 其八出现 当为我说 尊者曰 在胎曰 身 楚世曰 人 在眼曰 见 在耳曰 闻 在鼻变香 在舌谈论 在手执桌 在足运奔 便现 俱该杀戒 收射 在依微臣 使者知事佛性 不使者幻作精魂 王文 心急开悟 有声问 龟中和尚 如何是佛 中云 我今相辱道 恐辱不信 身云 和尚成言 焉感不信 诗云 既辱事 身云 如何保认 诗云 一意在眼 空花乱坠 其身 言下有喜 上来所举 古圣 入道因缘 明白简易 不妨审立 因此公案 若有信解处 即与古圣 把守共行 问 如言见信 若真见信 即是圣人 因现神通变化 与人有书 何故今时 修心之辈 无有一人 发现神通变化 亦 达 辱不得轻发狂言 不分邪政 视为迷倒之人 今时学道之人 口谈真理 心生退区 反度无分之师者 皆如所遗 学道而不知先后 梭理而不分本末者 是明邪见 不明修学 非为智悟 兼义悟他 岂可不胜语 夫入道多门 以要言之 不出顿悟 见修 两门耳 虽曰顿悟顿修 是最上根基得入 也若推过去 也若推过去 已是多生 一物而修 建勋而来 至于今生 文集发物 一时遁臂 以时而论 是亦先物 后修之机也 折二 是遁见两门 是千圣鬼折也 则崇丧诸圣 莫不先物后修 因修来正 所言神通变化 依物而修 建勋所现 非为物时即发现也 如今云 礼集顿悟 成物并消 是非遁除 因赤地尽 故归封生明 先物后修之意 曰 食冰池而泉水 借阳气已容消 不凡夫而及佛 知法力已熏修 冰消则水流润 方程盖敌之功 望尽则心虚通 印献通光之用 是如是上神通变化 非一日之能成 来见勋而发现也 况世上神通 于达人份上 尤为妖怪之事 亦是圣末边世 虽或现之 不可要用 今时迷痴背 妄为一念物时 即随现无量妙用神通变化 若作世解 所谓不知先后 亦不分本末也 既不知先后本末 欲求佛道 如将方目 陡圆孔也 岂非大错 既不知方便故 作悬崖之想 自生退去 断佛种信者 不为不多矣 既知为民 亦为信他 既有解悟处 见无神通者 乃生轻慢 欺贤狂胜 良可悲哉 问 如言顿悟见修两门 千胜鬼者也 物济顿悟 何假见修 修若见修 何言顿悟 顿见二意 更为宣说 令觉于疑 答 顿悟者 凡夫迷食 是大为生 妄想为心 不知自信 是真法身 不知自己 虚知是真佛也 心外密佛 波波浪走 忽被善知识 指耳入路 一念回光 见智本性 而此信地 圆无烦恼 无漏自信 本智具足 即与诸佛 分毫不疏 故云顿悟也 建修者 顿悟本性 顿悟本性 与佛无疏 无始习气 南竹顿除 故一物而修 建勋功成 常养圣胎 久久成圣 故云建修也 比如孩子 出生之日 出生之日 诸根俱足 与他无异 然其力未充 颇今岁月 方始成人 问 做何方便 一念回击 便悟智性 答 直辱智心 更做什么方便 若做方便 更求解惠 比如有人 不见智眼 以未无眼 更欲求见 既是智眼 如何更见 若知不失 即为见眼 更无求见之心 岂有不见之想 自己须知 亦复如是 既是智心 何更求慧 若欲求慧 便慧不得 但知不慧 是极见性 问 上上之人 文极意慧 中下之人 不无疑惑 更说方便 你迷者去入 答 道不蜀之 不知 汝除雀疆迷 待悟之心 听我言说 诸法如梦 亦如幻化 故望面本济 沉浸本空 诸法皆空之处 虚知不昧 即此空迹 虚知之心 适如本来面目 亦是三世诸佛 历代祖师 天下善知识 秘密相传 敌法应眼 若勿此心 真所谓不见阶梯 静灯活地 步步超三界 归家顿觉宜 便与人天为师 卑智相知 聚足二立 勘受人天供养 日销万两黄金 如若如是 真大丈夫 一生能事 已必已 问 具五分上 何者是空迹 虚知之心 答 如今问我者 是如空迹 虚知之心 何不返照 尤为万密 我今具乳分上 直指本心 令乳便物 乳虚尽心 听我言说 从朝至暮 十二时中 或见或闻 或笑或语 或称或喜 或是或非 种种思维运转 且道 毕竟是谁 能一摸运转思维焉 若言色身运转 何故有人 一念命中 都为坏烂 即眼不致见 耳不能闻 鼻不变香 舌不谈论 身不动摇 手不执着 逐步运奔焉 是知 能见闻动作 必是如本心 不是如色身也 况此色身 是大性空 如静中相 亦如水月 岂能寻 岂能寻 岂能寻了了长枝 明明不昧 感而睡通 恒沙妙用也 故云 神通并妙用 运水及斑柴 且入理多端 只辱一门 另辱还原 如还闻鸭鸭鸭鸭鸟 之身吗 曰 闻 曰 如反文 如文性 还有许多身吗 曰 到这里一切身 一切分别 巨不可得 曰 其哉其哉 此事观音入理之门 我更问耳 耳道 到这里一切身 一切分别 总不可得 既不可得 等一摸实 莫是虚空摸 曰 原来不空 明明不昧 曰 坐摩身世 不空之体 曰 亦无相貌 言之不可及 曰 此事诸佛诸主受命 更莫已也 既无相貌 还有大小摩 既无大小 还有边际摩 无边际故 无内外 无内外故 无远近 无远近故 无彼此 无彼此 则无往来 无往来 则无生死 无生死 则无古今 无古今 则无迷雾 无迷雾 则无凡胜 无凡胜 则无染尽 无染尽 则无是非 则无是非 则一切明言 拒不可得 则无尽 则无如是 则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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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此而备之者,往六去而长劫轮回,故云,迷一心而往六去者,去也,动也,物法界而复一心者,来也,近也,水迷雾之有书,来本源者一也,所引云,所言法者,为众生心,而此空寂之心。 再胜而不争,再凡而不减,故云,再胜治而不要,引凡心而不昧,既不争于胜,不少于凡,佛祖兮,以义于人。 而所以,易于忍者,能致护心念耳,如若信德,即宜情顿兮,出丈夫之志,发真正见解,清尝其味,至到至肯之地, 则是为修心人,则是为修心人,解悟处也,更无阶级赤地,故云顿也,如云,于信音中,系诸佛果德,分毫不疏,方臣信也。 问,既勿此理,更无阶级,何讲厚修,见勋,见臣也。 答,勿后见修之意,前已据说,而父遗情未事,不妨重说。 乳须尽尽心,地听,地听,凡夫无始,旷大劫来,至于今日,流转五道,生乃死去,兼职我向,妄想颠倒,无名种习,久与诚信,衰道今生,顿悟致信,本来空寂,与佛无疏, 而此旧习,竹篮除断,故逢利顺尽,称喜,是非赤然,起灭客臣烦恼,与前无益。 若不以般若,中功着力,焉能对志无名,得到大修大歇之地,如云顿悟虽同佛,多生习气生,风亭波上涌,理献念游钦,又搞禅诗云, 往往利根之辈,不费多力,打发此事,变身荣义之心,更不修至,日久月生,依前流浪,未免轮回, 则即可,以一期所悟,便拨至后修焉。 故悟后常须造茶,忘念忽起,都不随之,损之又损,已知无为,方是究竟。 天下善知识,物后目流行,是也。 虽有后修,已先顿悟,忘念本空,心性本尽,于恶断,断而无断,于善修,修而无修,此来真修,真断已,故云, 虽被修,虽被修万行,唯以无恋为终,归封总盼,先悟后修之意云,顿悟此信,缘无烦恼,无漏自信,本自俱逐,与佛无书, 以此而修者,是名最上成禅,一名如来清净禅也。 若能念念修喜,自然见得百千三昧,达摩门下,辗转相传者,是此禅也,则顿悟见修之意,如车二轮,缺一不可, 或者不知,善恶信空,肩坐不动,乃伏身心,如石鸭草,以为修心,是大祸矣,故云,身闻心心断祸,能断之心是贼, 但地观,沙道云望,从信而起,喜即无起,当处便际,何须更断,所以云,不怕炼起,唯恐绝持,又云,炼起即觉,觉知即无, 故物人份上,虽有刻成烦恼,聚成啼虎,但照获五本,空花三界,如风卷烟,幻化六成,如汤消冰,若能如事,念念修喜,不忘照顾,定会等迟, 则爱物,则爱物自然淡薄,悲至自然真名,罪业自然断除,宫行自然真净,烦恼进食,生死极绝,若威细留住永断, 缘觉大志,朗然独存,极限千百亿化身,于十方国中,复感应积,是月线九霄,饮分万水,应用无穷,度有缘众生,快乐无忧,明知为大觉世尊。 问,后修门中,定会等迟之意,十位明鸟,更未宣说,尾世开明,引入解脱之门,答,若设法义,入礼千门, 莫非定会,取其纲要,则但至性上,体用二意,前所谓,空计须知是也,定是体,会是用也,即体之用故,会不离定, 即用之体故,定不离会,定则会故,继而常知,会则定故,继而常计,如潮溪云,心地无乱至性定,心地无痴至性会,若物如是,任运继之, 这遭无二,则视为顿门,各者双修定会也,若言先以济济,至于圆律,后以心心,至于昏住,先后对质,君调昏乱, 以入愚于静者,视为见门,灭迹所行也,虽云心迹等迟,未免取静为行, 则岂为了世人,不离本迹本知,任运双修者也, 故潮溪云,智悟修行,不再于静,若静先后,即是迷人, 则达人份上,定会等迟之意,不若功用,原字无为,更无特地实节, 建设闻生时,但依摸,着衣吃饭时,但依摸, 饿死送料时,但依摸,对人揭话时,但依摸, 乃至行柱坐卧,或雨或墨,或喜或露,一切时钟,一依如事, 是须舟驾浪,谁高谁下,如流水转山,欲取欲植, 而心心无知,今日腾腾任运,明日任运腾腾, 谁顺众缘,无障无碍,于善于恶,不断不休,直直无尾, 视听寻常,折觉依尘而作对,何劳浅荡之功, 无一恋而深情,不假望缘之力,然, 仗龙习众,观念心浮,无名之力大,剥弱之力小, 于善恶境界,未免被动静互换,心不甜淡者, 不无妄缘,浅荡功夫已,如云,六根射境, 心不随缘,未知定,心尽巨空,朝见无惑, 未知会,此虽随向门,定会见门,列击所行也, 对至门中,不可无也,若调举赐胜, 则先以定门,称礼,赦散心,不随缘, 弃乎本计,若昏尘犹多,则赐以会门, 则法观空,照见无惑,弃乎本知, 已定自乎乱想,已会自乎无忌,动静相亡, 对至宫中,则对静而恋恋归忠, 欲缘而心心气道,任运双修,方为无事人, 若如事,则真可谓定会等持,明见佛信者也。 问,据如所盼,物后修门中,定会等持之义, 有二种,一,自信定会,二,随向定会, 自信门则曰,任运既之,原志无为, 决一臣而作对,和劳浅荡之功, 无一恋而深情,不假望缘之力, 判云,此事顿门,各者不离置信,定会等持也, 随向门则曰,称礼设善, 折法关空,君调昏乱,已入无为, 判云,此事见门,列击所行也, 为两门定会,不无一焉, 若言依人所行也, 为父先依至信门,定会双修, 然后更用,随向门对置之功也, 为父先依随向门,君调昏乱, 然后以入至信门也, 若先依至信定会, 则任运既之,更无对置之功, 何须更取随向门定会叶, 如将浩玉雕文上德, 若先以随向门定会对置功臣, 然后去于至信门, 则万世见门,则万世见门中列击, 物前见熏也, 启云顿门,各者先物后修, 永无功之功也, 若一时无前后, 则二门定会,顿见有益, 如何一时并行也, 则顿门各者, 以至信门, 任运王宫, 见门列击, 去随向门, 对置劳宫, 二门之击, 顿见不同, 优劣较然, 云和先物后修, 门中并是二种焉, 请为通会, 令绝已起, 答, 所是较然, 辱至身疑, 随言身解, 转身疑获, 得意妄言, 不劳至劫, 若就两门各盼所行, 则修至信定会者, 此事顿门, 永无功之功, 并运双计, 自修至信, 至成佛道者也, 修随向门定会者, 此事未悟前, 见门列击, 永对治之功, 心心断获, 取尽为行者, 而此二门所行, 顿见各异, 不可参乱也, 然悟后修门中, 坚论随向门中对治者, 非全取见机所行也, 取其方便假道, 脱向朽而已, 何故于此顿门, 亦有击胜者, 亦有击劣者, 不可依理判其行理也, 若烦恼淡薄, 身心清安, 余善离善, 余恶离恶, 不动八风, 既然三寿者, 依自信定会, 任运双修, 天真无作, 动静长禅, 成就自然之理, 何甲随向门, 对治之意也, 无病不求药, 虽先顿悟, 烦恼浓厚, 习气坚重, 对境而恋恋深情, 欲缘而心心作对, 被他昏乱死杀, 媚却既知常染者, 即借随向门定会, 不忘对治, 君调昏乱, 已入无为, 及其遗矣, 虽借对治功夫, 暂调习气, 已先顿悟, 心性本静, 烦恼本空故, 即不落见门, 烈机污染修也, 何者修在物前, 则虽用功, 不忘念念熏修, 浊浊身疑, 为能无碍, 如有衣物, 爱在胸中, 不安之相, 常献在前, 日久月身, 对治功俗, 则身心刻成, 恰是清安, 虽负清安, 宜根未断, 如石鸭草, 由于生死界不得自在, 故云修在物前, 非真修也, 物人分上, 虽有对治方便, 恋恋无疑, 不落污染, 日久月身, 自然契合, 天真妙性, 任运济之, 念念攀缘一切尽, 心心涌断诸烦恼, 不离置信, 定会等持, 成就无上菩提, 与前积胜更无差别, 则随相门定会, 虽是见机所行, 于物人分上, 可谓点铁成金, 若知如是, 则其以二门定会, 有先后次第二见之遗乎, 愿诸修道之人, 眼未此语, 更莫无疑, 自生退驱, 若具丈夫之志, 求无上菩提者, 舍此惜以哉, 切莫直闻, 直虚了意, 依依归咎自己, 弃合本宗, 则无师之志, 自然献钱, 天真之礼, 了然不昧, 成就会生, 不由他物, 而此妙子, 虽是诸人分上, 若非素质般若总质, 大成根弃者, 不能一念而生正性, 企图不信, 亦来傍读, 反召无见者, 比比勇之, 虽不信受, 一惊于二, 暂时结缘, 其功绝德, 不可称谅, 如唯心绝云, 闻而不信, 尚结佛种之音, 学而不成, 犹意仁天之福, 不失臣佛之正音, 旷闻而信学, 而成守护不忘者, 其功德, 其人度粮, 追恋过去, 轮回之夜, 不知其己千节, 随黑暗, 入无见, 受种种苦, 又不知其己何, 而欲求佛道, 互逢散有, 长节沉沦, 明明无绝, 造诸恶点, 识或易失, 不绝长须, 岂可放缓, 再受前央, 又不知谁, 赴使我今直人生, 为万物之虚, 不昧修真之路, 十位盲归欲目, 先借头真, 其为庆幸, 何胜道斩, 我今若自身退区, 或身懈怠, 而恒常望后, 须于失命, 退堕恶去, 受诸苦痛之时, 虽欲愿闻一句佛法, 信解受词, 欲免心酸, 岂可负得乎, 及道临危, 毁无所益, 愿诸修道之人, 莫生放矣, 莫酌贪矣, 如旧投燃, 不忘照顾, 无常迅速, 深如朝露, 命若西光, 今日虽唇, 民意难保, 切须在意, 切须在意, 且凭世间有为之善, 亦可免三徒苦伦, 于天上人间, 得殊胜果报, 受诸快乐, 况此最上尘, 圣身法门, 暂时生性, 所成功德, 不可以比喻, 说起小分, 如金云, 若人以三千大千, 世间七宝, 不失供养, 而所世界众生, 皆得充满, 又教化而所世界, 一切众生, 另得是果, 其功德无量无边, 不如以时请, 正师此法, 所获功德, 是知我此法门, 最真最贵, 于诸功德, 比况不及, 故金云, 一念尽心, 是道场, 圣照横杀七宝塔, 宝塔必尽, 睡为尘, 一念尽心, 成正觉, 愿主修道之人, 眼未此语, 切须战矣, 此身不向今生度, 更待何身度此身, 今若不修, 万劫插尾, 今若强修, 难修之行, 见得不难, 功行至尽, 皆夫, 今时人, 积逢亡善, 不知下口, 并欲依王, 不知服药, 不约如之何如之何者, 五位如之何也已矣, 且世间有为之事, 其状可见, 其功可厌, 仁得一事, 叹其稀有, 我此心中, 无形可观, 无状可见,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故天谋外道, 毁磅无门, 示范诸天, 称赞不及, 旷凡夫, 浅时之流, 岂能仿佛, 悲夫, 井蛙烟之沧海之阔, 也干何人狮子之吼, 故知, 莫法适中, 闻此法门, 神稀有响, 信解受此者, 已于无量节中, 成世诸圣, 执诸上根, 身杰般若正因, 最上根信也, 故金刚金云, 于此张具, 能生信心者, 当之以于, 无量佛所, 众足上根, 幼云, 未发大臣者说, 未发最上臣者说, 愿诸求道之人, 陌生怯弱, 须发勇猛之心, 数捷善因, 未可知也, 若不信殊胜, 刚为下列, 身兼主之想, 今不修之, 则众有数事上根, 今断之故, 迷载其烂, 辗转圆矣, 今寄道保索, 不可空手而还, 一失人生, 万劫难复, 请须胜之, 其有智者, 施其保索, 反不求之, 长愿孤平, 若欲获宝, 放下疲劳, 高丽国普照禅师, 修心觉, 终回向记, 直指人心, 罪上禅, 见信成佛, 是稀有, 消我一劫, 颠倒响, 不利生起, 或法身, 福寝是尊, 为证明, 五着恶事, 是先入, 普愿开悟, 或法喜, 自度度人, 报佛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